中国保险市场 中国保险市场是一个大片的沃土 大家都看到 但是会不会因为这样子进去了 就能够成功收获 看起来并不一定 可是传回来好消息的 其实并不多 其中最代表性的公司 就是永达保险经纪人 在对岸的永达里保险经纪人公司 而这个成功的个案 不只是业者争相模仿 也被学界拿来做研究 为什么一家经纪人公司到中国去 可以有这么好的发展 其他公司为什么苦苦追不上 这个秘诀我们今天就要告诉你 我们邀请到的是 永达保险经纪团队 我们首先介绍总经理陈庆红 陈总好 创办人以及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看到您带着 您的优秀经理人 对不对 帮我们介绍一下 右手边第一位是我们的业务长 田文德 田副总 创办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是我们目前最年轻 在新竹的执政协理 傅宏姐执政协理 专门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第三位是李伟尼士 他先生目前在大陆工作 那么现在的职务业是 储备出经理 李美云李小姐 专门人及电视观众朋友大家好 2014年国研颁颁布了 所谓的快速发展 现代保险服务业的相关意见书 其中有两个指标非常重要 一个就是在2020年之前 你必须把保险密度 等于达到3500块人民币 那么保险深度要达到5% 以这个速度 他有计划去推展 业务保险业务的发展 我想要财政世界第一 应该也是为期不远 目前目前因为有五家售钱公司 同时还有两家产险 有三家经济公司在大陆发展 那么每一个公司 当然业务的策略 也彼此之间有所不同 所以发展最后面命运或许也不一定一样 目前看起来大部分都处于亏损状态 但是唯一不变的情况就是 他们对于保险市场 大陆发展市场的未来 保持永远是乐观的态度 所以他们对于投资这一块 到目前为止还持续的在努力中 以永达来讲在那边的发展怎么样 我们永达在 我们一共永达里的部分 我们的持股大概是占了24.9 也就是四分之一左右的股份 去年2019年 从永达里回馈到永达的获利 达到4.3亿的台币 我们自己永达也创造了4.8亿新台币的盈余 加总起来就有9.1亿 这是目前去年的一个状况 我们西晋的设点 大概具有三个大的优势 第一块是我们的市场定位非常明确 永达在台湾 我们就是以退休养老的市场为主 我们到了大陆之后 当然还是以退休养老为主 第二个部分 我们每一个分公司 我们派驻过去是12位的MDRT 也就是一个team的方式过去 第三个 我们提供给我们这些 前往大陆的这些干部 给他们所谓的房屋津贴 还有就是一年六趟来回的机票 资讯太过发达 那其实消费者在网路上 就可以收集到很多的资讯 就会造成说我们的一个客户 是比我们的new agent还要专业 就会造成说我们的那个new agent 它的定着比较不容易 那第二个部分 我在跟很多同业的一个交流当中 发现到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 就是业界太仰赖师徒之人 如果说这个主管 他如果没有办法十项全能的时候 变成说就是他得不到相对应的一个资源 那agent就会容易离职 那很多在主管这时候他就受伤了 造成说这主管他就从此 他就不再招募 那当然这个就是在对于组织发言上面 就会受限嘛 然后在最后一个部分 我观察到一个部分就是一个训练平台这件事情 因为训练平台它不是说我们个人 或者是说他短时间就可以完成了 如果有这么好的 我不是讲贵公司 我说整个业界奖励是做这么多 为什么还是有的人没有办法定着 好的 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 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定着力低 大部分就是业务员赚不到钱 然后呢就是市场的定位比较不明确 因为他们大部分呢都是以整合行销为主 可能要服务的范围非常的广 可能有人的保险啊物的保险啊 甚至信用卡甚至房贷 都是要推广的业务 所以相对在时间上的管理呢 对他们来讲呢就会比较吃力 在业务的推广上呢也会比较费心 那最重要呢还有一个整个市场呢 通路的崛起呢 让呢整个保险的通路呢 其实现在是非常的竞争 贵公司进免的目标是什么 可以达成吗 由于疫情的影响 平安心的影响 所有没有影响 是骗人 多少都一定会 但是我们都一直在期待有报复性的成长 在做业务的立场上 我们没有悲观的权利 尤其永达跟永达利 两岸之间有这么多的员工 那么我们又加两岸的优势 它有一定的共办效应在 所以基本上我们认为 我们的所谓的颜度目标 要完成应该不会太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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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下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